大家好,我們今天又會再次找到軍會棄言的Larry 和我們做一些軍事有關的科普,都是教育 我覺得我們每一次對話都可以更新,平時我們經常聽過的概念 但又沒有什麼機會詳細了解 今天我們想談的題目,很明顯是其中一個例子 話說不久前,美國的CSI,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他們又有報告 這次說,烏蘭戰爭暴露了美國軍事工業有很多問題 原來做武器是不足夠的 如果美國要靠他們去支援,抬開戰爭的話 就未必夠武器用了 當然,我們這樣說的題目是很大、很 broad的 但我們這次想談的是,什麼叫做美國的軍事工業 我們有幾個問題先想去問,或者所謂去解決 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評論,特別是那些愛國藍絲評論 就是說,美國這些社會國家都是靠軍工來賺錢的 打了仗,他們就會吃人血饅頭 然後整天令到各地都是文不條身 因為他們要賣美國軍火 其實美國是否真的賣軍火呢 賣軍火是幫助美國經濟多少呢 又或者還是反過來,根據今次的CSIS的報告 原來美國不但不能夠很隨便地支援其他國家的軍備 甚至連自己想要打仗也未必夠用 其實美國真正的軍工,現在的情況 做武器的能力和產業鏈又是怎樣呢 我們就由這裡開始說起 好,三人大家好,大家都好 說起其實美國軍工,我想大家有聽過叫深奧威夷 他在任總統的時候,相當驚訝美國軍工的情況 他講過一件事就是軍工綜合體這件事 軍工綜合體這件事 相信大家已經入血了 覺得美國人最重要是做軍工 軍工很賺錢 賺錢到可以建立一個世界這麼強大的國家 雖然就經常要靠打仗去賣武器賺錢 我想這個就由小到大大家聽開 但其實說真的,我們去看數據 我們不說很前之前的事 我們說近期10、20年的情況 大家看到全世界最大的軍工 其實全部都在美國 美國這裡包括有全世界最大的Lucky Martin 我相信大家不多不少都聽過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最出名的戰機包括F-22、F-35、F-16 只是大家聽這三架都耳熟能牆 所以Lucky Martin絕對是軍工首位一致的公司 那麼他這麼厲害的公司全球第一 市值其實你觀察他在我們說top500 即福布斯頭500企業是排第57 所以如果你聽得到就是如果一個這麼賺錢的公司 幫美國政府每一年在外國軍務銷售裡面都賺這麼多錢公司 原來都只是排第57 大家知道他資上的公司 雖然有些就不一定是美國公司 絕大部分六七成都是美國公司 例如大家都耳熟能牆 包括Google、Apple、Intel等等公司 其實可以這麼說 其實現在最殘剪的美國公司是科技公司 或者我們說一些跟醫藥類有關的公司 或者跟石油化工有關的公司 所以其實軍火公司很可能在艾森無威的年代是真的賺錢 但其實如果你跟石油化工能源這些比 其實就大無見小無而已 所以就千萬不能夠說Lucky Martin 他賺的錢是真的很厲害 會影響到那個國策 影響到政客想法 這個我相信證據就遠遠不足以支持 現在你看到美國的能源政策 或者其他政策 你看到石油化工或者他們的稅客 我想影響美國政府後面的思維 比軍工更加大 所以是否回到一個極端呢 如果他們的影響力不太大 又會不會連主導戰爭的能力都沒有呢 現在只是說這份報告聲稱 美國要支援烏克蘭都已經是觸及練習了 如果你同時間又做了一場台海戰爭 那你靠美國做武器 原來做不切的 其實這個做不切是否一個事實呢 我做不切呢 這個也真的是事實來的 因為就算沒有烏克蘭這場戰爭 其實只是說軍工他們做武器 因為他們真的碰很多飯的武器 例如我們剛才說的Lucky Martin 一間全世界最大的軍工 其實他們是有做海軍、空軍、陸軍不同地方的武器 所以他們沒有可能每一種武器的訂單都是一樣的 因為總有些是多些人訂的 有些少人也有人訂的 而剛巧在今場瓦蘭戰爭裡面 我們觀察到就是 很多的武器其實美國的軍工已經不是太生產了 可以這樣說 有存貨但是沒有生產 即是說生產線很可能已經廢棄了 或者已經停了 我們舉例子包括 例如我們說火炮的系列 你看到其實最好笑的是 其實M777這支火炮 還不是在美國本土 是來自英國軍工 但是其實生產線都沒有怎麼起 今次因為烏克蘭戰爭很多都是陸上的武器 所以很多的武器 其實美國這邊真的不能再製造 或者是有但是很緩慢 例如我們說它的反彈武器 例如飆槍 或者我們說防空武器刺針 其實事實上已經是相當慢的速度 它是沒有停的 很慢的速度 大概每年可能是幾百支至千多支的補貨速度 大家都知道 美國一扔去烏克蘭的情況 全部都是五千支一萬支這樣去的 非常之誇張的速度 所以其實是損耗著美國這麼多年來的庫存 雖然說就入了肉 現在的問題就是 美國還需要用到 例如飆槍、刺針、防空、反彈的武器 要用到就真的可能會不夠 當然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美國的戰法 其實尤其是它在前沿部署 就是它打人多於別人打它的情況 這些武器其實就未必用得著 所以除非有大規模的國家 就圍攻美國 打到它半島 就可能真的需要大量製造這一類的武器 所以它說起 有些武器不夠 我們是要分類的 究竟有哪些武器分類之後 對烏克蘭有用 可能對台灣也沒有用 但有些可能是對烏克蘭有用 而對台灣也有用 那麼軍援烏克蘭的同事 就會分薄給台灣的軍事援助 其實也有它的可能性 之前有些報導 台灣這邊比較多 有些酸流流的感覺 就說美國是支持了 或者承諾了一些武器 後來原來是加不到貨 即是走數的 原因是說 可能也不夠小 那邊比較緊急 那麼台灣這邊 特別是藍營的朋友 就覺得 你說了美國不可靠 那麼其實 如果這真的是一個問題 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英國是祖國 日本是家鄉 那麼香港是什麼呢? 這個星期 陪伴大家回鄉下的推介書有 排第一位的是 《京都千年之都的歷史》 第二位是 《日本的滋味》 《異國勞工食品》 《國民料理》 《全球文化符碼》 《一部日本戰後拉麵史》 第三位是 《促解日本文化論》 《25本命著》 《解讀日本人的自愛認同》 第四位 《博物日本》 《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第五位 《風關西》 《探索日本文化心臟地帶》 第六位 《日本澳地紀行》 《從東京到東北北海道 十九世紀的日本原鄉探索之旅》 第七位 《日本超和時代老照片》 《鐵道生活風景帖》 以上的著作 都可以在我們的 141架書網內訂購 這個解決辦法 是真的困難 當然 例如說 有些武器 如果烏克蘭和台灣同時是分享的 但是因為烏克蘭這邊緊急 所以用我們說魚叉 魚叉這種飛彈 就是一個反艦的飛彈 如果他覺得 烏克蘭這一刻 都需要有反艦的能力 他真的比台灣急急 因為被人打 Share過去的時候 就自然交貨給台灣這邊會慢一點 其他武器一樣 例如海馬斯 如果海馬斯去了烏克蘭那邊 變成不夠貨 供應台灣也會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你說 因為烏克蘭和台灣互相share到出來的武器 有些是大家共同都需要用的武器 其實就未必是這麼重複的 因為始終我們說 湾南战争是一场陆地作战的战争 但是台湾是一个海空作战的地区 所以有部分尤其是远程的火力可能会覆盖 但是未必全部都会 Simon 也带出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授武的机制和其他国家不同 例如我们看到美国的Foreign Military Sales 就是我们说的外国军务专售专案 这里的外国军售专案 其实它每一次都是由美国国务院去负责 谈所有的交易都是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这边谈 谈完之后落单了 美国国务院这边就会和Locky Martin供应商谈谈 他们的交易如何谈谈呢? 外人就无从得知了 究竟美国政府在这里掠多少钱赚多少钱 就只有他们来到派对才会知道 所以在这个情况就会隔了中间人就是美国政府 就是我们说美国国务院 你说隔了人会效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多了这个美国国务院之后呢 其实会令到整个交货日期是会延长的 因为中间呢 你不是直接两边去谈 隔了中间人 隔了这个中间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呢? 对美国来说他觉得有需要的 因为呢 无论你去转移任何一些技术 如果他是敏感的话呢 你都要被美国国务院批 所以如果没有他在中间呢 你就很难知道他们两个 例如台湾政府和Locky Martin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甚至乎Locky Martin或者我们的军工 为了钱就出卖了国家最高的技术出去 那美国不想的这件事出现 所以国务院一定要介入 甚至乎是主导整个sale的情况 但是呢 虽然是主导到 但是因为始终他们都不是商人 就是他们整个流程很讲 我们讲bureaucratic 就是很官僚 往往呢 一个普通的销售呢 可能由两个6至12个月达成的deal 就会变成12到18个月的deal 拉长了差不多一年 就算你几个朋友都没办法的 你是日本南韩 你是英国都要行这一套的 所以这个是会阻挤到时间的一个问题 但是也没办法 现在最严重的呢 其中就是需要拖两年的情况 真的不是每个国家等到一拖一拖两年的销售 台湾现在的问题呢 其实正正就是因为不是一个直接两个对口 即是两个商业对口的案件 中间牵涉着美国国务院 就出现了这个不必要的延迟 是 因为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新闻 你下意识就会想一个对比 如果美国的军工企业 那它毕竟也要商业运作 尤其跟程序 即是计算等 那些举国体制的国家 或者是好像俄罗斯那样 可以用大量政府资源 不用管其他市场等等 那会不会反而有相对的优势呢 或者去到譬如说 中国的模式 那全部都是 就是你军事 全部都是国家机密 全部都是国家资源 那会不会和美国这一套事 相比反而容易做到 他们要打仗的时候 应该有武器的数量呢 如果我们观察 例如说中国和俄罗斯 他们自己打仗 其实他们也有存到一些军地在手 但是他和美国不同的地方 如果美国纯粹自己国内供应 因为他们会启动到 他们国内的军工一些紧急的命令 可以立刻征求他们 立刻去做一些生产线 去做 但是当然 始终你都是政府对军工 我们叫做隔了一阵 但是速度 好在美国的军工事实上都相当成熟 他们的生产线等等 要建立亦都非常之快 所以就照计 这个体系应该慢的 但是因为美国军工是相当成熟 和他们的技术好 和他们的效率高 所以你说很慢 就真的不会太慢 所以就开头慢 后来快的情况 我们经常都看到 但是如果你说中国和俄罗斯 虽然他们很多国企的军工 但本身大家都知道 国企的军工出现的问题 就是严重的技术 的重叠 浪费等等的东西 所以有时出产的武器 其实也都未必是 战场最需要的武器 第二个就是 会出现一些贪腐的问题 这个问题 当然你说军工也有机会 不过如果政府和军工之间 有一个合约的形式 比较商业的形式做 这个贪污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 国企的问题就严重一点 那么价床 价床 的情况也都很严重 所以出到来的效率 其实又未必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 不过反而 除了他们国内准备之外 如果你说是军武对外的销售 那是另一个故事 例如我们说中国对外军武销售 它可以很准时交货 而且质量当然要看 每间公司都有一些不同 例如Norical这间公司 和AVIC这间公司出货 他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声誉 我们看来中国交货交得最好 最多就是无人机 例如我们说CH猜空 彩虹的3、4、5 或者我们说翼龙1、2 这些无人机出口 其实暂时来说 这个声誉不是太差 不过当然它和美国最大分别是什么 美国是会有延迟 美国有时是要加价会贵些 但是它整个生产线 再加最后的保养那条链 就做得很好 即它是会帮你做保养 维修 它会教你怎么去做 中国和俄罗斯这一部分就做得弱 所以你买了之后你就预认了 有时的维护 后勤的成本就会很高 有时甚至乎有断裂的风险 讲一个小知识给大家听 就是所有的军工的成本 不是只是购买的 是包括三样东西 一个就是我们说第一初次购买 接着就是后勤的成本 维护的成本 最后你要买一些相关的设备 例如导弹 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常常是消耗的 或者可能是油、能源等等的东西 加上三个部分 美军卖给你那一刻很贵 但是中间我们说的维护后勤的成本 其实如果你计算数 可能那一部分 他们未必会特别贵 但是整个服务 就一定会很全好 会很到位 这个就是美国军工 如果你买美国军工的好处 但是当然整体的成本 都是会偏贵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